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敏甜点工作室的主理人 黄岐盈 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阿敏你好 你好 阿敏想要请问一下 你当初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 就是会想要成立敏甜点工作室的呢 因为我本身是读食品科系的 对 然后我在读书时期 没有 有接触到烘焙课程 但是我那时候对烘焙只是兴趣而已 对 是到大学毕业后才觉得 好像可以往烘焙这个领域去钻研 只是我毕业后也没有走相关的工作 只是到 后来我就去上课 然后买书回来钻研 做一些研究 然后自己做一些甜点 然后分享给亲友吃 然后得到不错的回响 对 然后再刚好遇到一个工作的 倦贷的奇迹 然后我就跟 跟家人讨论什么的 然后爸爸妈妈都很支持 对 然后我就直接出来做 这样子 对 你从那时候上第一堂的这个烘焙课到现在其实已经七年了 对 七年 然后你自己创业是四年 对 所以就是在那个三年当中就亲友很有口福啊 对 就是 对 对 试出来然后就给他们吃 对 然后父母觉得我这女儿怎么做出来这么好吃 对 对 就是亲友跟父母还有家人朋友们都大家都很支持这样子 对 然后刚好也有一个契机就直接开始做这样子 可以说你这个四年来讲虽然遇到疫情 可是以个人工作室来讲 你说求量吗 真的让你有做到三十个的时候你要回想那时候的心情吗 对 就是 因为那也算是我前一两年 然后我第一次遇到说 诶我突然接到了就是一天一天就要供应三十颗生日蛋糕六寸的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诶怎么突然这么大量的时候 因为等于说我很多东西我就要一直重复在做 然后那个时间又拉长 时速拉长 然后那时候就有点怀疑 怀疑自己诶这样子做是不是对的 就是往继续这样子做是不是对 如果以后有更大的量我自己要怎么办 然后我就是觉得反正这个过程让我很 就是开始怀疑我自己 所以我就想说之后是不是有别的方向可以走 所以你想出来的就是你要更多的时间 你可能会开始从事教学的这个部分 对 就是刚好也是有一个契机 就觉得换走教学的路线看看 所以你的这个教学它是一对一一对二 对一对一对二 考量那个场地的关系 然后一对一对二也比较可以交到比较细 对对对对 完全就是想要把你所摸索这七年的 然后又在实战经验的这四年当中 得到非常好的回响 能够接到三十个订单的这个记忆全部传出去 对对对对就是想要所学包含可能也可以教育下一代啊什么的 就希望说大家不要再觉得烘焙 学烘焙是件很难的事情 对对对对 希望大家都更有机会可以去接触这个东西 不要害怕它考坏啊还是什么的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回到你的这个创业本身啊就看起来其实是真的都得到很大的肯定才会有接到三十个订单嘛 可是你在这个当中你很重视的就是再怎么样讲就是原料了 对 你为了找原料你一定要找到啦不然怎么办 对就是我觉得找原料要有努力不放弃的精神 就是得一直去找就算就算那个东西品质不好 你也是得一直找到可以合适的去取代它 你才可以把这东西伴售出去这样子 对我觉得你有一款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你明明是在做蛋糕对可是因为中秋节人家想要吃你的东西就好叫你不要就是出你能够出的 结果你出了跟紫星地瓜有关的这一款对对 因为我呃我想要引用就是在地的农产对 所以紫星地瓜它刚好在礼盒上配色也很形成对比然后很漂亮 所以我就想要研发紫星地瓜这一款 结果我就去找了很多个乡镇 找紫星地瓜的比较好的品质 但有的时候买回来做出来都不够伤 然后你就得可能打掉丢掉 然后再重新再去找下一个 然后也有可能今年的品质稳定了 隔年再去它的品质又不行 就是要有一种努力不懈 就是做到真的这个真的不行了 所以我今年就推别的 去年我就推别的 所以你那个紫星地瓜的这个 你那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蛋糕吗 它是地瓜的月饼 但是它里面还有包麻糬 好 那我们现场你带来的这一款 这个是你很想要让大家知道 你的这个记忆各方面的 如果来跟你学就可以学到像这种的 这个我暂时是还没有 我目前有教千层的课程 但是这个上面的那个胜多弄黑泡芙 它目前我是还没有规划课程 但是后续会 是是是 对后续会 对对对 今天为什么会带这一款 因为它算是我客制化当中算蛮热销的 对对对 但那也很看人词因为单价高 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它就是外观上就是都会一下子就人家会来问就是问这一颗 一定的 对对对 它是算是第一就会新的客人来会问的第一颗就是这个 对对对就是这样 你的蛋糕其实基本上呃一开始也不是在销售附近的人啊 对我的客人都来自外地比较多但是呃后期呃附近的有比较多一点呃在地的有比较多一点 是那所以呃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呃来跟你呃取蛋糕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啊你还是希望就是他们来跟你拿嗯本来你还需要就是跑然后去念教对现在希望他们来给你拿对因为毕竟呃我可能要做啊要干嘛我的事情业务很多是对对对因为虽然跟个人工作室虽然现在有伙伴对但是个人工作室的话就是一条龙都得自己做 但是现在就是有变成就是都是客人直接来来取对啊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位从新竹过来对对对他就是专程从新竹一下班然后马上过来拿他还让我等他因为我有一些一些取货时间然后他就请让我等他然后他来他说他在车上就要马上吃掉而且他还订八寸的对对对对对真的太有趣了就是印象很深刻嗯所以啊包括课程啊 如果说要跟你啊就是约这个课程的时间来上课你希望他怎么样就是配合你现在还要做蛋糕的这个时间然后多久之前就跟你booking时间 嗯我大概前呃前一个月的月中我就会把课程资讯释出是然后我上面会有一些固定的开课的时间 但是我每个月可能就只挑大概五五到六天的时间而已会先开课然后呃他们可以先看上面的时间去做预约OK然后如果有其他比如说有的人说他只能休礼拜一之类的是他们就会呃另外问我说可不可以约其他的时间如果我时间上可以都是可以安排的嗯对越早确定是越好的嗯对对对对你目前就是在教学当中啊 会教给他们一定的这个技术之后再让他们自己像你这样子有一个精就是自己的一个研发的精神去试配方对不对嗯所以你教给他们的会是什么蛋糕啊呃我像我呃比较主要的课程是磨面OK磨面对我觉得这是很基础的东西你要先学会磨 嗯哼你才能学会让他漂亮嗯哼对对对所以他从基础先开始学所以我都是先从原位基础的底给交给那个学生这样子然后他自己再可能回去可以自己变化啊是做成巧克力抹茶啊或是或是其他的对对对对大致上是这样嗯那所以他上你的课程是上一次还是一系列的呃我目前都是出单次的嗯哼那以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小塔专修班啊嗯哼可能可以做一次可以做好几个口味的那一种嗯哼比较精密一点的课程对但是我目前是倾向是做一一份的这样子OK对对对就例如像这样子嗯嗯OKOK你就是希望说他们来跟你学有一天也是可以跟你一样是可以创业对对对对对对也是有机会可以自己这样创业嗯哼有机会他们创业然后呃但是创业这些东西就是要走就是你你你你你 你我曾经走过的路基本上呃全部到自己来啊 А through far登不到自己 对对对其实像有些学生他来上课他也会跟我分享欸他未来也有可能想要怎么做 嗯哼我也会跟她说哎我有过什么经验我就顺便去告诉他们这样嗯哼嗯哼对我不会我就很大方分享 嗯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对于米甜点工作室的短中长期计划吗 短中长期计划吗嗯嗯呃因为我 目前的话暂时还是以教学为主 不是贩售为主教学为辅 对对对 然后因为就是有考量到说 就是目前的那种烘焙的市场的变化 OKOK 趋势所以有点M型化了 以后可能是大间工厂跟小间工作室的那种对比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做比较有差异性的 跟工厂有差异性的 我会比较倾向之后以教学的领域去走 所以如果之后机会到了 然后以后有比较多合作的机会 可以往教学的方向走 会往教学的方向走这样子 暂时还是以贩售跟教学并行 对对对 如果说是教学的话 像是企业这方面假使请你去的话 也是OK的吗 对对对也是可以的 就是只要是可以去传播技术的方面领域 或是说可以有机会帮他们做研究什么 也都是可以尝试的领域 或是说有机会出书之类的 对如果在设比较远的目标的话 对希望可以到 可能之后有机会出自己的食谱啊 对就是造福更多想要学的人这样子 你是有透过就是比如说食谱 其实以前的人都是看食谱学做的啊 对对对 然后现在才会有这个影片 影片线上课程啊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资讯很发达 对等于说大家就是可能开了开着手机 我就可以边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希望之后有机会到那个领域去帮助大家 那你有可能开线上课程吗 嗯如果有机会不排斥 对对对对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嗯这一切都还是就是对 就是刚刚好的订单 对啊对 不要让你觉得接到太大的订单 然后让你怀疑人生 对对对对对 就刚好是这个契机让我对 其实很多 我觉得很多事情它的发生都是 可能会造成你后面的路 没错 对对有时候 它你说它好或坏 其实不见来 对对 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这样注定发生 就是这样注定发生 嗯哼 不过回到你的父母啊 他们对你任何决定都很支持 都很支持 所以你说你说以后我可能要做这个 做这个课程 他们一样会很支持 对对对都很支持 所以啊 现在有机会我们还是多吃一点 敏甜点工作室 谢谢 然后未来有机会 老实讲会想要吃蛋糕 跟想要做蛋糕 是两群不同的人 对对对 比较少是那种 对又想吃 然后又想做的 对 但是只要你想吃 或者是你想做 都可以来找 敏甜点工作室的主理人 对 阿敏 对对对 OK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邀请到我们的 敏甜点工作室的主理人 黄其怡 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讲说 一个一个兴趣 然后到真正创业 走了四年 然后总共七年的这个时间 接下来要好好的 稳稳的走在 这个课程的这个部分 现在先balance 然后以后呢 会有撞击什么样的火花 就是我们非常的期待 对 再次谢谢你今天 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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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